各位朋友大家好 蔡根坦真是一部奇书 因为它洞察人性 对人们的行为看得清清楚楚 学蔡根坦的智慧 一方面让我们更加懂得看清楚别人 可是其实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真正重要的是让我们了解自己 我们自己很多隐为的念头 我们自己常常不自觉的 但是别人看得很透彻 我们今天这一节主题就是 表面上是做好事 其实却是有贪比之念的行为 就是要告诉你 要注意自己的动机 要洞察人性的深处 让你同时看得懂自己 更看得懂别人 白话的意思是说 做任何事情要人家感激你 奇怪了 这样反而人家会怨恨你 做什么事情 都说是帮别人解决困难 很抱歉 其实是你自己在索讨利益 为什么做事情要人家感激你 反而人家会怨恨你 那请问你为什么要人家感激你 你确实是在帮助别人 但你帮助别人的意义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 论语讲 古之学者为己 经之学者为人 同样是一个帮助别人的行为 古之学者做这件事情 是因为这是我的责任 我该做的 我希望社会好 我关心别人 所以我做这件事情 是为了我的人生的意义 而做的为己 经之学者为人 同样是帮助别人 我是为了要做给别人看的 我是要向别人所讨利益的 所以我要别人感激 可是恰恰是这种行为 就会导致别人怨恨你 你为什么 你帮助别人 要人家感激 人家接受了你的帮助 那当然得付出代价 赔笑脸 感激你 这样让人家觉得很累 反而背后会嘲笑你 你这个人小气 不懂事 甚至会指责你 你帮助了我 然后你就高高在上 要晓得 你是在帮助别人 你是在做事情 不是在做生意 所以千万不要人家感恩 做事情要人家感激 结果别人反而恨 这就是老子的一句名言 反者道之洞 反者道之洞的意思是说 事情朝向对立面发展 就是你帮助别人 结果别人怨恨你 那为什么你帮助别人 别人怨恨你呢 因为中间加了一项 就是什么 处事而欲人感恩 老子还有另外一句话 叫有无相生 你帮助别人 这件事情是有 那无是什么呢 别人不如你 你能力比别人强 但这句话没有人说出来 但你不断地强调 你对别人的帮助 那就是不断地强调 你能力强 别人能力不如你 你高高在上 别人被你踩在脚底下 有无相生 你能力强 别人能力不如你 同时出现 但你不断地要人感恩 就是把你的这个有 无限的扩大 你要晓得 那个无也同样无限的扩大 你能力强无限的扩大 人家不如你 也无限的扩大 你把人家给激怒了 人家就恨你 叫做恋怨之道 这就是什么 反者道之洞 面对反者道之洞的铁律 老子给我们的智慧是什么呢 弱者道之用 就是谦虚 你帮助别人 但是呢 对别人有礼貌 不要人家感谢你 那人家就没有压力 就不会怨恨你 甚至永远地对你感激 这就是弱者道之用 但是一般人都会怎么样 帮助别人 其实目的就是为了自己炫耀 结果呢 就被别人怨 你就指责别人 恩将仇报 各位朋友 三姑六婆的聊天 常常在说 谁谁谁恩将仇报 其实恩将仇报 丢脸的不是别人 你知道吗 是你自己 帮助别人 却被人家怨恨 这是愚昧至极的人 犯的错误 所以从今以后 千万不要再抱怨 别人对你恩将仇报 那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那表示你没有智慧 第二句话呢 更深一点 比较少发生 处事欲人感恩 很多人会犯这个错误 遇事而为人除害 只有少数 请注意听哦 更坏的人 才会犯的错误 即是倒地之机 什么意思呢 你做什么事情啊 好像 这个 大家没有你就完蛋了 你呢 是来拯救大家的 你是救世主 因为 大家碰到严重的危机 所以呢 你出手帮助了大家 那你总是这样子在 为社会做事 为单位做事 你就是不断地炫耀自己的功劳 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的目的就是要钱 要功劳 要荣誉 要权力 真正大家碰到了困难 君子会怎么样 临为寿命 主动承担 这个时候啊 小人都闪到旁边去了 只剩下君子 中流砥柱 地腕狂澜 这叫做临为寿命 可是事情做完了以后呢 他不会怎么样 功高正主 不会仗势自己的功劳 他就退下来了 结果 大家并没有碰到什么危机 是你在那边嚷嚷 危机来了 危机来了 或者 很有可能 是你制造出来的危机 然后呢 你告诉大家说 这个事情很严重 然后 你跟你的领导说 只有你能够解决问题 非靠你不可 那领导如果被你吓到 那当然得靠你了 那你就掌握了权力 掌握了资源 这就是最坏的一种 再看看这一句话 遇事而为人除害 即是倒立之机 碰到什么事情 你都把它说得很严重 然后只有你呢 才能够除害 那你就是来要钱的 这就是这句话 深刻的地方 所以做行政主管的 各位朋友 你要懂得看你的部署 有两类人 一类人 任何时刻都粉饰太平 都说没事没事 反正就是要麻痹你 事情他怎么做 你不清楚 但你如果疏忽了 结果很可能 被他抢夺走很多利益 或者你单位的重要的事情 有了一个大的窟窿 大的漏洞 这种干部不好 但还有另外一种干部 恐怕是更不好的 那就是制造恐慌 没事 他跟你说有事 甚至他故意制造状况 然后要来解决这个难题 这就是欲试而为人除害 状况就是他自己制造出来的 然后你就得给他权利 你就得依赖他 你就无法摆脱他 那像这样的一种情况 在韩非子的著作里面 他跟我们写得非常的清楚 魏国 魏王的大臣 翟皇 他想要巩固自己在魏国的权势 他跟韩国的关系很好 他请韩国的将军派兵打魏国 然后他跟魏王讲 我可以做外交工作 可以去跟韩国的将军谈判 请他们退兵 那魏王会不会授权给他呢 会 那因此 翟皇在魏国的地位 是不是巩固了呢 是的 那怎么请韩国退兵呢 那恐怕带了很多钞票吧 金银珠宝 那一人一半好了 他既得到了权利 又得到了财货 所以魏国遭受到韩军来犯这件事情 是魏国的灾难 翟皇可以解决这个灾难 但这个灾难根本不是真的灾难 是他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 制造出来的困难 危机 然后出面解决 巩固自己的利益 所以我们再来看看这一句话 遇事而为人除害 即是倒立之机 前提是什么 其实没事 你自己把事情说得很严重 甚至你自己制造的事端 如果不是你制造的 而是客观环境下 发生了一件危险的事情 灾难的事情 那你是君子 你会怎么办 你还是会挺身而出 灵为寿命 解决困难 化解危机 然后你不会要挟君王 那这才是真正的正人君子 蔡根坎对人性的内涵 透视之深刻 可见一般 所以 人 不要有 不好的心念 君子之心事 如天青日白 不可使人不知 你以为人不知吗 蔡根坎的作者 就把你看得透透的 韩非子的著作 也把这些行为 看得透透的 总是有比你聪明的人 看透了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